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上次講了怎樣擺放複透盤 即所謂TENCOF CAPITAL 擺放複透盤其實只是說 入了一個複殼 讓你把水淹進去 實際上我們都要做透析的程序 透析當然是複膜透析 方向有兩樣的 一樣是IPD 即間諜性複膜透析 一樣是CAPD的延續性複膜透析 其實現在香港主要都是用CAPD 不過IPD有它自己的用途 所以你說什麼叫IPD 即是間諜性複膜透析 間諜性複膜透析 主要是週期加快 通常是一個週期 灌水大概是一千至二千個CC 停留時間是三十分鐘 即是一出一入 加起來就是一個小時 這樣大概會做二十五至三十個週期 這樣做 這個效果就會快些 即是每個小時都做 即是入了去 加半小時 加半小時 然後再加半小時 再加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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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要三十小時 它有什麼好處 剛才我們說 好處就是它快 效果好 但有什麼不好處 這個不好處就是 這些情況 這麼密的工作 就要在醫院做 他就要入醫院 病人 同時間 洗幣多了 他要睡在床上 活動能力 就受限制 他認為最不好就是 要餓床 餓床 還有醫院 你每一次 換水 換二十至三十次 每一次 都有機會 有細菌 入了進去 這個是它的好處 可以計算到 如果一個星期做兩次 其實來說 即是說 一個星期在四日醫院 一個星期在醫院 一個星期在七 就是四日已經在醫院 比較上距離分辣 第二 水都用了幾多 計算那條數 如果一次 要用 當你二十袋水 這樣才算 兩次 就已經是四十袋水 如果你用了三十個小時 就要六十袋水 用了水 就多了 另外一樣東西 就叫做CAPD 小琦 你說CAPD 是怎樣做法的 CAPD 就是 園續性的複網堂食 每一天都要做 每一天 大約做三至四包水 每次就兩公升 每天都要做 就是這樣 即是早上 我進了一袋水 到晚陣 我放出來 到下午 即是下午 我又再做一袋 例如我下睡 有時候再換一袋水 一天換三至四次水 例如你一天換三袋水 這樣才算 水停留在肚腔 即是八個小時 即是三八二十四 如果你入四袋水 就停留六個小時 那它跟IPD有甚麼不同 IPD停留了 只是半個小時 就放出來 那它的好處 就可以很快脫 但不好處就是 那袋水其實是用得了 因為 還可以有空間 可以再用久一點 如果你說用到 停留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至八個小時 即是那袋水 就用盡了 然後所有的工作 都脫掉出來 放進去 那這個有它的好處 那各有各個好處 那它有甚麼好處呢 CAPE 嗯 它可以 病人可以 脫了袋水之後 做完袋水之後 就可以自由出街 不用說頂著袋水 即是方便 它可以去哪裏都可以 是的 即是雖然說 它經常要磨床 你不用磨床 到處走路 這樣很多 譬如買菜 上班 這樣就可以 那還有甚麼好處呢 它不用住醫院 即是它熟了 是在家裏做的 那這個當然是很大的好處 是可以 這樣就不用住醫院 這樣 還有還有一件事 其實來講是省點水的 但我們剛才講過 IPD上次講過 例如我每次 就做三十個週期 即是三十代水 這個禮拜做六十代 如果做CPD 即是連續性複膜透色 每一日 例如我當作四代 四六至二十四 省點水 每一天 你連接的位置 只做三次至四次 那這個感染的機會少了很多 這樣 這個就叫做複膜透色 就是連續性複膜透色 其實我們就叫做連續性不和創 複膜透色 就是CPD 不時也會這麼詳細地說 就叫做假具透色 這樣就算 現在在香港也是主流 複膜透色 我們有兩系統 一個叫做Single bag 即是單塊系統 一個是Double bag 即是雙塊系統 那瑞蘭可不可以講講 單塊系統是怎樣做的 單塊系統是早期一些方法 這樣就是一袋水 一條喉 這樣就連接複膜透色管之後 再入水到肚子裡 接著就軟起它 摺好它在身體裡 等水跟複膜接觸 四至六個小時 四至六個小時之後 就把袋拿出來 就垂下它 打開按鈕 就可以出一些水 是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 我想簡單 容易學的 簡單很多 下水的水 捲起胸袋就可以了 是嗎 而且它是便宜一點的 那時候不說是便宜一點 但是它的不好處是什麼呢 不好處是 你捲了袋子 在身體裡放進去 就凹了出來 你到處走就不太方便 你穿衣服 可能有舊東西 凸出來被人見到 是 不太舒服 或者 第二 就有機會發炎 有袋子 有膠頭這樣黏著 是 因為這樣很多人說 我胸袋 我戴著 不會被人看到的 是的 但有時有些女性 會穿得緊身一點的衣服 真的有一個人發了出來 我們就有身體形象 就變了不好 不過最大的擔心 有很多感染的機會是霸了一點的 所以後來我們出了一個 雙袋的技術 小奇說一下 雙袋的技術是怎樣的 雙袋的技術 本身病人的肚子裡面 已經有些水 透過一個胸袋 把肚子裡面的水 放出來之後 就有一袋新鮮的水 是另一個袋子 然後就注入腹腔裡面 注入完之後 就可以整袋脫掉 來了病人的身 就不需要說 有個袋袋在身上 是 那你又好像說 沒有個袋就沒有什麼所謂 但對病人來說很重要 即是他覺得是舒服很多 但在那裡 純粹是說舒服的 在技術上來說 即是你薄了上去 你首先是沖了水 沖了水 你先進去 才進去 那麼感染的機會 實際上少了很多 自從有商改技術來講 它那個感染率 事實上是低了很多 那麼現在香港 有兩種系統 一種叫做 我們先說的 優卓系統 優卓系統 另外還有一個系統 它有一個轉款 這樣轉的 那麼現在呢 我們一會兒 讓小琦介紹一下 優卓系統 如何做法 好嗎 無論優卓系統 或者另外一個系統 始終它的好處是 可以公開做 而且不需要機器 安全性 高了很多 現在我們就開始示範 一個福膜透色優卓系統的 更換透色液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 我們就要去洗手 洗完手之後 我們就預備物品 首先我們要先抹桌 然後我們預備物品 首先拿包洗肚水 一支擦手型 一個藍夾 一個消毒蓋 一本紀錄寶 還有兩個夾 還有一個口罩 然後預備喉管 洗手 然後開水袋 然後檢查透色液的日期 濃度 容量 清晰度 和嘗試一下有沒有穿破 然後放好綠色喉嘴 然後用擦手液結手 拉開綠色保護蓋 扭開消毒蓋 折薄中間厚 然後放下出水袋 然後切斷綠色膠 數五下 1 1 2 3 4 5 然後關上藍色入水 掛高水袋 放入水袋 然後開喉管總製出水 然後記錄出水時間 然後入水時間 然後記錄入水時間 開喉管總製出水掛 待水完畢後 就觀上白色出水掛 開喉管總製出水掛 開喉管總製出水掛 然後記錄入水時間 入水完畢後關喉管的總制 再關藍色入水制 然後用擦手液洗手 然後預備新消毒蓋 檢查到期日 然後分離喉管套上新消毒蓋 然後放好喉管 檢查回流液 看看它的清晰度 然後幫回流液 記錄出水量 還有回流液的狀況 那就完畢了 記錄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